Hello 大家还是我 上一期节目其实有跟大家讲了五月份的观影清单 然后也稍微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家老张同学 那这一期节目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更多的了解他的工作 然后了解我们这个视频想要做什么 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看下去 然后提出你想要我们回答的问题 然后我们多多的互动 把这个关于电影的节目越做越好 那我们就开始这一期的节目吧 Hello 其实电影美术可能大家也会有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电影美术其实就是负责整个影片的氛围色调 还有整个的一个在视觉方面的所有的东西 这都属于美术的范畴 当然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工程 还要需要什么摄影啊 导演啊 这各个部门去沟通 去配合 去给出来 所以说电影它不是一个部门的一个产物 其实是一个团队协作的一个东西 是一个作品 然后出来影像化的东西 其实这个其实说着其实挺简单的 但是其实中间的挺复杂的 不能说是困难 挺复杂的 电影美术其实 比方说美术指导是这个组的部门老大 然后下面会有执行美术 执行美术其实就是负责完成 统筹下边所有的人员来完成美术指导的想法的 当然前期美术指导要出想法之前 是要跟剧文学剧本 要跟导演去沟通的 沟通完之后 美术指导通过它的想象 或通过它的再创造 其实是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 然后去发挥它的主观动作性 然后下面的执行美术 就开始给它实现它的想法 对 然后再往下就是副美术 副美术又分为什么现场美术啊 丁颈的美术啊 画图的 画图的就是一个绘图的 绘图的又分很多什么 比如说SU啊 然后气氛图啊 然后平面图啊 然后尺寸图啊 这是分的很多很多 再就是一些美术助理 这些就是简单的工种了 然后下面还有执行部分 是道具组和制景组 道具组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道具组是干嘛的 对 就是拼命逛逛 我去家具啊 什么陈舍 对 制景组呢 制景组是我要给一个大的一个结构 一个框架 比方说我们有的系织需要搭景啊 需要做效果呀 做颜色呀 这样制景组他就来了 然后场景的搭建 整体的一个空间的构造 都是他们来完成的 之前是造型部门 也是归于美术部门的 对 就是人物的服装啊 装发呀 这都是属于美术的饭桌之内的事 但是可能近些年来 有些都是分开的 我们可能我从我拍出来 都是分开的 就是我们会有单独的一个造型指导 来指导演员 人物的那个服化呀 穿着这些东西 美术其实很简单 就是指数着我的大环境 场景的搭建 审美是基本 审美是最基本的 我永远是没有说 觉得一个好的审美是 拿来可以炫耀的一个东西 对 这是不对的 还有是一个技能 因为在组里 剧组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小社会 你要跟各个部门去沟通 然后跟制片组 跟导演组每个人去沟通 沟通你的想法 你的创业 你要去实现它 沟通能力 然后你的审美 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再第三点 就是美术组团队的协作能力 你的领导能力 这是要有的 然后再就是 感受力 这个是最重要的 感受力是最重要的 我是觉得感受力是创作者本身最重要的一点 它是你所有灵感的来源 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说它是好是好是坏 生活中每一个物体 我们看 每个人看的视角都不一样 这就是你自己独特的感受力 电影也是这样的 你会对这个剧本的人和事儿 你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会有自己的一个感受 你把你的感受通过影像画的东西 然后结合你自己的一些生活 或者你眼睛看到的这些东西 你要去再创造 把它去实现出来 要从事电影行业的话 我想说的是大家要想清楚 因为电影行业 对我的个人而言 对于我来说 又是一个很快乐的事 又是一个很痛苦的事 痛苦的事是它的不稳定性 然后从事电影行业 你还要有各种压力 来自于外界 来自于自己 但更多的是来自于自己的压力 你要对自己有要求 然后你还不断的去学习 不断的去进步 因为这个行业的人 其实都很优秀 跟台老师要做的后边的事儿 是把他的这个频道 要做成一个类似于访谈 我会介绍我周围的朋友 从业人员 导演 摄影 来做一些访谈节目 然后也会更新一些 我们自己从拍的一些短视频之类的 去分享给大家 可能会从一些 拍一些情绪短片 然后就类似于这些 都会不断的去上心 对 淘宝 就可能会在疫情期间 没有那么的更新的频率那么快 但是如果是等疫情过去 我们台老师回国之后 就可以每个月去多更新几期 然后分享给大家 这一期节目可能就到这里了 跟大家给我们弹幕留言点赞 一键三连 给我们一些更多的信心吧 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把关于电影的部分越做越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更多的问题 欢迎大家提问 别忘了关注点赞评论弹幕 你赶紧了吧